各位,我是華哥,雷志華 在7月1日,香港正式落實港區國安法之前 即是6月30日,香港很多港獨組織 紛紛宣佈解散 而其中香港眾志 入面的成員,在早上就說他們會退出香港眾志 但一到下午突然間就說 香港眾志無法繼續營運 所以宣佈解散 他們這樣的宣佈相當吊詭 最近網上流傳了很多 有關他們為何突然間會解散香港眾志 其中牽涉了甚麼原因呢 今天我這段短片就會講到 其中他們市場上所流傳的消息 究竟這些消息可不可信 我便慢慢跟大家逐一分析 好了,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下小鈴鐺 記得訂閱是免費的 以及請大家幫我把這段影片廣傳出去 多謝各位 香港眾志 香港眾志很明顯就是香港一個港獨的組織 所以在落實國安法之前 他們就相當之醒目 核心的成員包括了黃之鋒、周庭、羅冠聰等人 都是宣布退出 但是十分之奇怪 他們最初就說宣布退出 而香港眾志 似乎大家都以為會繼續營運下去 但是一到下午突然間 他們就是宣布了 香港眾志沒有辦法再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就宣布解散 其後網上就流傳了 原來他們是因為錢銀的問題 令到香港眾志無法再繼續支撐下去 所以宣布解散 好了 那麼究竟這些傳言是真還是假呢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講 原因可能就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因為錢銀的問題 錢銀的問題 錢銀交過錢銀的問題 一種就是糾纏不清 第二 亦都可能是因為香港眾志 大家都知道了一些消息 那些消息是對他們裡面的成員相當不利 所以他們要立即解散了 那麼究竟哪個可能性高些呢 我們不知道 近日網上就說 他們原來是因為發現到香港眾志裡面 巨額的金錢就不逆而非 所以就令到香港眾志被迫要解散 那我先講講香港眾志 是究竟是甚麼組織 香港眾志最初應該在2016年 就是4月成立的 那是一班反國教的學生 中學生 就是一起組織成立 當時香港有一個反國教的運動 而黃之鋒、周庭等人都在讀中學 而是反國教的中堅分子 由於他們年紀很小 而夠膽走出來 所以令到一班民主棍大喜若狂 他們覺得他們找到接班人 於是就捧他們出來 推他們走到最前線 加上有外國的組織 例如美國一些新聞周刊 更加為他們帶上了道德的光環 將他們捧上去半天 令到他們飄飄然 以為自己真是一個民主鬥士 以為他們在做的事真是這麼偉大 令到這班人越走就越遠 就走向一條不歸之路 好了 反國教運動結束之後 這班人並沒有解散 於是就成立了香港眾志這個組織 一般來說 在香港如果你想成立這些組織 不外乎要用兩種方法去組成 一種就是要用有限公司去組成 另一種就是社團的組織 有限公司如果是組織這些非牟利的機構 或者是社運的機構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每年都要有一盤數 要經過核數施核數 然後呈交給政府審核 這一點相信是很多想搞社團的人士 就是感到相當之麻煩 原因就是每一年都要交盤數 既要核數施費 另外亦都是被政府監管他們的財政項目 所以很多人都不用這個方法去組織這個社團 就轉用社團的註冊 甚麼是社團註冊呢 其實就是港英政府 是遺留下來的一個規管社會社團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可能有一些群眾的組織 他們群在一起 形成了一個社團 而這些社團 假如是沒有一些規例去規管著它 政府當時的管治就會很困難 所以當時港英政府 就是訂立了這個社團條例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為一些未有專屬法律規管的團體 訂立一些籠統的規管方式 其中是有一些 可能不是正宗的一些合法組織 都是歸入這個社團註冊在內 如果大家想做這個社團註冊 相當簡單 只要你找到三個人 然後去到灣仔警總 是遞交申請表 而灣仔警總 是沒有多久就會發出一份許可 就可以成立了這個社團組織 好了 現在來說 我相信很多民主派工會 又或者很多莫名其妙的 什麼監察或者聯盟那些組織 都是屬於社團組織 社團組織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可以在銀行開戶口 所以他們理論上是沒有辦法籌款的 就算你是籌款 成立其中一條條例就是民主自決 所以他遲遲都不能夠達到社團註冊 亦都不能做到公司註冊 換言之 他到現在來說 都有機會是一個未經註冊的團體 好了 未經註冊團體理論上是不可以籌款的 但是大家看到自國教以來 這個香港眾志每逢去到哪裏 例如六四晚會 無論有什麼活動 每一次都是拿著箱叫你捐錢 其實他們在做些犯法的事 只可惜香港社會裏面 沒有人揭發他們 沒有人去舉報他們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他們的錢應該怎樣處理呢 最簡單就是應該在他們核心人物的 私人戶口裏面暫時傳下來 所以網上有些傳言說 黃之鋒、明夏和周庭、明夏 有相當大量的金錢 就是別人捐給香港眾志的錢 我覺得這一點的說法是相當可信 而他們有多少錢呢 原來在6月30日的時候 黃之鋒、明夏有關香港眾志的款項 竟然多達1621萬 至於周庭也有395萬 而這兩個人在網上就流傳了 在6月27日晚已經是大家 碰在一起 就談一下怎樣把這一筆錢運走 而其間呢 羅冠聰知道了 亦都加上一份 大家談一下怎樣處理這一筆錢 還有 有一些人也都是間接 或者是有其他渠道都知道 據聞其他知道的那些人 都每人分到5萬元 即是說大家是在商議 怎樣拿這些錢走 然後呢 接著是飛去其他地方 聽說黃之鋒想去 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 就是說拿著這筆錢直捲而逃 這個可能性 你說存不存在呢 我覺得是相當大可能 因為當你不會在香港 以及當你決心逃去海外的時候 你不搞定你個人的財富 雖然這個是香港眾志的錢 但始終都是歸於他們的名下 都是他們的財富 所以他們一定要處理完才行 如果不是將來這筆錢就怎樣呢 在銀行會被凍結的 所以 他們 將這筆錢拿走 是絕不為奇 但是 會不會歸還回香港眾志呢 這一點大家都不知道 我相信 每個人對錢 真的可以說是前開眼的 那 財到肛棍手 大家都知道 還有沒有得安靜呢 應該沒有得安靜 因此 就說 香港眾志那些人 在他們 黃之鋒 周庭 羅冠聰 先後宣佈 退出香港眾志之後 他們就在開會討論 究竟 香港眾志應該怎樣繼續下去 他們要選出新的會長期間 才發覺到這一筆錢是不逆而非 於是 他們這班接手的人 感到相當之憤怒 也感到相當之彷徨 因為如果沒有這筆錢之後 香港眾志將來怎樣營運下去呢 你記住 他們的錢 除了在街上無捐而來 除了很多黃絲 傻尷尷尬 一尾見到他們的名字 就捐錢給他們之外 還有 美國有很多 所謂基金會 也有捐錢的 大家記住 在香港有很多活動 為何他們的資源這麼充足呢 原來在香港 美國有很多所謂基金 包括了 美國中情局的福特基金 和美國國際事務民主研究所 亞洲基金會等等 都有款行捐給他們 即是說 他們的資源 他們的財政 就來自各方各面 好了 現在美國方面 應該在香港會暫停所有捐助活動 加上現在來說 我相信 香港眾志 亦都是再無捐 相當困難 在新的國安法之下 他們會相當難去無捐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香港眾志 那班人 就覺得 已經是無法再支撐下去 於是 大家作鳥獸散 就將香港眾志結束了 這個就是 整個香港眾志 為何突然間 早上都未說結束 一到下午就宣佈自動死亡 的最大原因 從這一點來說 大家亦都可以看到 這班人 這班所謂民主棍 這班搞民主的人 他們佔據了道德高地 其實他們是否真的 那麼高尚的情緒呢 不是的 你看到他們 見財就開眼 見利失疑 大家可以看回自反修例暴動以來 每一次有任何事件發生 有每一次街頭的運動 你都會見到他們 很多不同名義的前商 叫你放錢下去 甚至成立工會 都要你捐錢 甚至罷工又說要捐錢 我都不太明白 你黑戶罷工 無端端又要捐什麼錢 所以他們已經把這些所謂運動 作為一盤生意這樣做 是有利可圖 還有你記住 捐了下去的錢 有沒有數目 沒有的 大家都不知裡面 有多少錢是捐了下來 所以數錢那班人 最核心那班人 我相信 在今次運動以來 或者在香港 搞這麼久運動以來 可以說肚滿腸肥 這一點我是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大家再看回藍營 每一次社會的運動 他們會不會這樣捐錢 是沒有的 撐警的運動 搞過很多次 有沒有捐錢 沒有 反而藍營很多朋友 自己塗腰包 捐錢給警察 是支持警察 甚至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派口罩 所有的黃絲 所有的吉澤議員 派口罩給你 都是要賣給你的 乘機賺錢 就算不賺錢 派給你也好 都要你做些事 它是不會益你 但是你看一下 工聯會 或者很多同鄉會 藍營團體的組織 每一次街說派口罩 不論你長者 或者是幼年的小朋友 無論你是藍絲 黃絲 見到都是派 這些才是真真正正 是關懷 關愛 和人愛的精神 從這些事情 見微知著 大家就可以知道 黃絲究竟他們的心底是怎樣 藍營的朋友究竟心底是怎樣 誰才真正為社會好 為香港好 誰是想乘機在這裏掠水 在這裏掠財 和在這裏 逃害我們的社會 和我們的下一代 好了 我今天講集這麼多 多謝各位 在家裡 謝謝各位 我們先廣山 以及